这个地方的话,Interval的属性要特别注意,是在Timer的控制项里面的这个属性 OK 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就是 其他还有在TimerIn的部分 TimerIn的部分,我想刚刚讲过 如果更新时间,你就可以有个计时器出来了 计时器其实你会发现这个程式真的是蛮简单的 很快就可以把一个计时器写出来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这个外部触发 不是外部触发跟前面那个Button外部触发基本上一模一样 所以也应该不会太困难 那简单把这个外部触发 简单的复习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UpdatePan 它的这个范围在这里 那一样我们刚刚前面那个Button也是一样在外面 就是这个TimeWay也在外面 那我要怎么样把它加到里面去 其实就是要靠哪一个呢 靠这个Trigger 所以这个Trigger如果你将来 其实一个也可以啦,或者两个 就是后面的话有个范例就是也是利用Trigger 但是会有两个 这个UpdatePanel它会做更新的动作 所以这里的话直接怎么样,指向哪一个呢 其实也是一样,ControlID指向它 然后呢,EventName刚刚是Clicker 现在就变成Tick 这个地方其实是同理可证 所以你会发现控制这样的使用方式大同小异 好了之后的话呢,接下来要多重 这个范例就有趣了 跟前面这个其实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 只是说呢,本来是前面这个范例是一个UpdatePan 那第二个范例的话是这个Marty 这个Marty就是底下再多一个什么 UpdatePan2 那可是问题来就是哦 我现在我有两个UpdatePan 但是我要共用一个Timer 我不要做两个Timer 我一个Timer 但是要给两个UpdatePan去